大家好,这里是娜家的小花园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月季是芊桃凝粉 它是海神王的一个芽变品种 这个月季之前打过药 所以大家忽略叶子上这个脏脏的痕迹 还是来欣赏一下它的这个颜值 这款月季其他各方面的特性应该跟海神王是差不多的 关键就是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它是眉红色 而眉红色有很多月季呢 它红的比较艳粟 但是我觉得芊桃凝粉的这个眉红色 它其实还是蛮高贵典雅的这种眉红色 因为它这种眉红色比较深 这款的色调有点接近于我现在已经淘汰的金红 就当时看到金红的颜色确实小惊艳了一把 由于金红它夏天真的非常不耐热 所以无奈之下呢把它淘汰 金红颜值很高 那这个芊桃凝粉的这种眉红色 其实跟金红的颜色非常相似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眉红色的月季 但是这款的眉红色还是深得我心的 那它这个颜色呢跟边上海神王给大家对比一下 海神王是这样的颜色啊 然后它是这样的颜色 然后在边上也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拿了海神王的三个品种全在这儿了 冰激凌 最亮眼的肯定是它 冰激凌有它自己独有的美 那海神王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 我这海神王在我这边已经五年了耶 是五年的大秒了 那我接下来说回这个芊桃凝粉啊 它跟海神王其他各方面的特性是一样的 叶子三款 颜色形状都非常的相似 花朵的形状也非常的相似 果汁我现在买了好多颗了 海神王也已经买了三颗了 可见我对于海神王和果汁是多么的喜爱 那海神王跟果汁它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根系的强弱不一样 果汁呢 根系虽然不是特别强健的品种 但是在阳台系列月季当中 果汁的根系还是比较强的 海神王呢 则恰恰相反 它在阳台系列月季当中 它的根系是非常弱的 那千岛凝粉养下来 现在还是种在一加轮的花盆当中 依然是小苗 应该说根系跟海神王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对于这系列的月季品种呢 建议大家小朋友偏干养 你比如说像这个冰激凌啊 去年它是遭遇了一场劫难 然后我也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把它救回来 现在是种在两加轮的花盆当中 能活着就不错了 这三个品种 大家养护方法都是一样的 小盆偏干养 我曾经在阳海神王的时候 就是一时星级嘛 给它换了一个大盆 然后它半天都不长 然后我又从大盆给它换回小盆 我记得当时换了五加轮的大盆吧 后来又给它放回到两加轮的小盆当中去了 它才恢复了良好的仗势 现在我的这颗五岁的海神王已经到爱丽丝烧生盆啦 哦对了 它我去年也救了它一年 也几乎是出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今年海神王已经疯了 为什么说它疯了 你看它的这个花的数量 海神王开成果汁啦 这个花量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当然也期望我的冰淇淋也能开这样 花量也蛮大 它还是个小朋友啊 慢慢来 但对它这种花色 我非常非常的爱 海神王有这样的颜色 这三款都是我这边的好宝宝呀 好的 今天有关于千刀宁粉的介绍 又先到这里了 颜色加上花形 加上直立的猪形 小巧紧凑 很爱啊 那我的海神王大苗和它两个宝宝呢 暂时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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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